宿佛节目来讲,青少年在这 让我活动的时间增加 因为不需要让学生孩子在学校外面 受到婚评的危害 所以加以七七七处为情绪 在这10号是来结合到白红国典 本来在青少年婚评访者 我不吸烟,我最苦,健康,放暑假的算得活动 更来当我加立技术婚评计划的行列 希望借助在这宿佛期间 家庄帮助青少年婚礼婚评计的危害 关系青少年的心心発展 不要让婚评危害到学主的健康 同意市政府会先叫10号增进防御 陷队而面对面来专门的婚评计划 希望在这宿佛就要来到进行 来帮助到少年的学主 建立健康的观念 暑假快来了 小朋友在外面斗的时间变长 那烟品的诱惑也是非常吸引力很大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加强一下 让小朋友做这个 我不吸烟我最苦快乐放暑假的宣誓 那除了说在外面要拒绝烟品的诱惑 那再来就是说进而我们家人 还有周遭朋友的健康 也一起来维护 就是说帮助大家就是有吸烟的聚烟 除了大家都知道吃烟 包括在日出烟对着环境当中的青少年 容易作成的重担危害 刚才是三屋为新宿的护理店 也在北京店 还有很恐怖的三出烟 竟然不能够吃 那什么是三手烟呢 就是说三手烟 它就是在我们点烟的时候 那一些有毒的物质 同时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 头发或者说家具上面 那在环境中它更会释放一些毒物 它没有办法说靠我们擦擦桌子 或者说电风扇吹一吹 那因为没了就没有这个毒害 其实错 它的那个毒性还是存在环境中 然后会造成我们家人的危害 卫生宣誉仍然提前第一扇 前进航空基本的风海控制宣誉 不只是高雷当后加入技术风海 小指甲的行列 各种险合法附近的商店 三岁签署到既转供应婚聘 博明末十八岁青少年 帮助青少年婚离婚聘 建立不吃婚 既吃日出婚 婚离三出婚的关联 让港与其的空气更好 市民身体更健康 西新新闻中个民旺小山 港与其菜方报道